大家好,欢迎来到水皮钓鱼 每次我出去钓鱼都会尝试一些不同的钓鱼的方法 那么昨天晚上去钓带鱼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昨天晚上采用的一种 小钩,大千锤,软的钓鱼干的那种 我把它称作为生猴的带鱼钓法 这种钓法的特点就是它的脱钩率非常低 上鱼的效率高 那么特别呢,容易掌握这个沙钩的时机 非常适合呢,这个刚开始学习钓带鱼的朋友们采用 今天这个视频的上半部分 我会利用当时拍摄的那些实况录像 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介绍 给大家留一些直观的印象 那么后半部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个使用钓组的那个材料和制作方法 相信我非常简单 带鱼吃东西呢,跟其他鱼有点不太一样 它的牙齿非常锋利 一般呢,先会咬住它的食物 让它撕碎了 然后撕成小块呢,再往肚子里面吞 我用小钩子小块的鱼肉或者虾肉的目的就是让带鱼能够有一种错觉 认为这已经是可以吞到肚子里面去的食物了 所以这个鱼肉呢,也不用非常大 这个虾肉呢,只要或者是只要包住那个鱼一个钩子就可以了 那么钩子周围呢,最好也是越简单越好 就是一根很细的线 让带鱼能够看到忽略不济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吞下肚子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啊 我这个钓那个带鱼的上面呢 挂了一个挺重的千锤 当时我用的是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是个二分之一的千锤 为什么用这么重的千锤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字在边上那个 那个钓鱼的那个鱼竿的线是垂直向下的 重千锤的目的就是能够恳求这个钓鱼的鱼竿上的鱼线 不会到处乱跑 因为这是公共的公园里面钓鱼 大家人很多 有的时候大家用浮标钓鱼的话呢 这个浮标就会随着风和水流到处飘 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打架 那么用这种重千锤的那个第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可以很容易恳求住 那么这个千锤呢 离那个钩子不要太近 因为刚才讲了 希望鱼能够认为这是一坨单纯的肉 能够可以吞下去 所以至少要离那个钩子呢 有差不多12到18寸左右之那个间距 如果你在上面要绑一个荧光棒的话呢 那么我也建议呢至少也要保持12寸以上的间距 有了这个high方式那个千锤之后呢 这两个鱼竿靠得很近 但相互之间呢也基本不会打架 那么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用我这种方法来钓带鱼的话 一定是要用软的鱼竿呢 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这个鱼竿架在上面 当带鱼第一个如果他来咬食物 想要撕碎食物的时候呢 他会咬得非常猛 他会左右摇摆 然后想把食物撕碎 那如果鱼竿很硬的话呢 那个鱼肉很可能就被他一拖呢 就拖离开了那个鱼沟 如果那个鱼竿很软的话呢 他咬住了那个东西以后呢 那个鱼竿会跟着走 所以不太容易掉下来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可能更加重要 我这个吊住的那个设计理念呢 就是希望那个钩子能够吞到带鱼的肚子里面去 所以我这个沙钩食肌呢 是在带鱼吞进去的那个步骤 所以在撕咬的时候呢 我这个要等的 那么当它吞的时候 如果我的杆子很软 就会让带鱼嘴巴里面有一种 这个他的食物要逃走那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呢 其实会让带鱼更加 往他的嘴里面吞进去和咬得更紧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更容易我们杀钩 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呢 也介绍过 那么这种钩子 如果你用那种非常细的那个钩子 像这种钓法呢 很容易这种鱼就自动上钩了 它就再也吐不出来了 所以非常适合那种 刚刚开始学钓带鱼的朋友呢 它就会自动上钩 根本就不需要你晒得厚 增加这个鱼竿的那个柔软性呢 我还做了一个有点弹性的支架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支架在鱼拉的过程当中呢 它本身也有柔度 所以会更加就是说柔软一点 就达到我们刚才讲的小工来谈一谈那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何把握这个最佳的杀钩时机 就什么时候你可以提鱼竿 如果你用传统的那个浮标的那个挂肉那个钓法的话呢 一旦这个浮标沉到水底下被鱼脱走以后呢 你就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 经常会听到说哎呀我拉早了或者我拉晚了 其实这个东西随机性很强 待遇不知道花多长时间在撕碎它的食物 那么如果用我这种方法呢 在鱼竿尖上应该看得很明显 像这种大起大落 那就是在撕碎它的食物 那么看到这种情况 你必须等着这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吞肚子的时候 如果待遇吞食的时候呢 那个鱼竿尖呢 它会慢慢的往下沉 那个那个慢慢的增加压力 你就会看到线呢 往边上走了 或者是鱼竿呢 越来越弯了 但没有那种非常激烈的抖动那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左边那个鱼竿 鱼竿 慢慢往下弯 那个鱼线慢慢有倾斜 这个时候就是吞食 是right time to set the hook 那么昨天晚上我还观察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有些所谓比较聪明的带鱼呢 它可能一看这是一块肉 它根本就没有撕碎的过程 它直接就慢慢的把鱼竿拉下去 就吞下去了 那么有些所谓比较笨的那个鱼呢 一看到那块鱼肉呢 它拼命撕咬一阵子 然后再往下拖 那么总结一下的话 如果鱼竿那个在那拼命晃动的时候呢 就要等待 当那个鱼竿比较平稳 慢慢的下沉的时候呢 我们就撒钩 那么用这种钓法 钓上来的带鱼的时候呢 一般脱钩的几率很少 它会挂得比较深 有的时候呢 挂在鱼筛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直接就给它放血了 好 第三部分我们介绍一下 我这个钓主所使用的一些材料 和它的制作方法 非常非常的简单 先介绍一下我用的材料 这是我用的钢丝线 这个线非常的柔软 大家可以看到 很细很细 它上面有那个具体的尺寸 你可以感觉一下 这个是15磅的尼龙线 刚才给你们看得清楚 几乎我觉得比那个尼龙线还要细一点 这15磅的尼龙线 这个是我们的钢丝线 那么连接这个钢丝线 它用这个是这个东西 里面是一个一个小的金属的管子 那么钩子 我其实这次用的是10号钩子 8号钩子剧度 我们先用这个比较破的剪刀 把钢丝线先剪一段下来 剪下来之后 我们先穿进去一个小的sleep 穿进去 进去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小的连接器放进去 再翻回来 这头有点毛掉了 然后我们把它剪掉 我们把它剪掉 我们把它剪掉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夹子把它夹紧一点 我没有买专门的那个夹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OK 省点钱 然后这样一个 那另外一头 同样的方法 加一个sleep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八字环套进去 头上毛的话 我们还是把它剪掉一点 现在比较容易穿过去 然后把另外一头呢 就也是插在这个里面 穿进去以后 把这个环方小一点 收紧一点 收紧一点以后 把它夹一下 夹紧两刀口子 紧了 那这个 吊足就完成了 那这个东西 还可以找更小 你能买得到越小的越好 小号的 那么这个 根据你需要的 比方 这是八号的钩子 昨天其实我用的 多半都是八号 或者十号的那个小钩子 把它挂上去 然后 这个吊足就全部完成了 那这个地方呢 越小越好 那么我们甚至呢 可以把它做成那种 就是没有这个连接器 就直接把这个钩子挂在上面 这个也是一模一样的 上面是挂一个这个小的连接器 这样子 那这个呢 就可以比较多功能的 可以根据鱼的大小换不同的钩子 那这个呢 就是比较固定的 那这个呢 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更少更简单一点 那么这个线的长度呢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定 如果你这个比较短的话呢 我们夹那个千锤的位置呢 可以夹在那个上面的尼龙线上 也是夹在铁丝上面 这个是我昨天实际操作用的那个钩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钩子 这个线可能比较短 那我就把那个千锤的夹到上面的尼龙线 其实我夹的那个比这距离还要长一点 大概还有这么长的距离 这边留到大概十八到二十四左右的间距 那那钩子 这样的话呢 带于一颗 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么一坨肉 它不会注意太多其他远处的东西 这个就是half ounce的weight 那这种weight 那这种weight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任意夹在那个线的某一个部位 它这个上面是开口的 你可以把那个尼龙线 上面那个线上面把它挂在里边 你拿个老胡签子一夹它就夹住了 好 今天暂时就讲这么多 如果您觉得我这个视频对您有一点帮助的话 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转发给您的朋友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会继续在这个油管频道里面分享 我在钓鱼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和一些经验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有人会说 我已经最后一会儿 你是觉得那种奈子 如果你再会不介绍你的那种 颜色 你不打算 我会不得上 你不得上 我会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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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我操 这个还是稍微大 这个确实大 这什么寄生虫 你看到没有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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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